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本小说 它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士兵 都是战士 因为到底是个设在二战背景下的小说吗 那么因此 里面所有的男人 当然都是跟军事有关的人 他们的士兵 他们的长官 而大部分的女人 都是些士兵需要的女人 简单的讲 就是一大群的妓女 又或者是一些女孩 她不是妓女 但是干的事 行为作风 又很像妓女 却又不需要在男人 拿回什么好处的女人 那么既然有妓女 有军人 因此就需要一些 在妓女跟军人们当中 做中介的人 比方说妓院的劳保妓院的管理人员 清洁女工 又或者是单干的妓女户们 住着这个大楼里面的这个房东啊 管理人员等等 那么当然还少不了一两个皮条课 那么这些皮条课非常奇怪 比如说书里面呢 就会提到有些皮条课 声称自己是十二岁 但是呢 她有一对姐姐啊 男生姐姐 十七八岁 愿意贡献出来给美军享用 我们意大利人最好客了 那么里面还有个更神奇的一个 小皮条课 传说中的皮条课 就是我们上一集 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里面 那个什么都能买卖 连士兵的生命都能买卖的 军团的司务长米洛 他来介绍的皮条课 他跟他的战友们说 不要不高兴啊 我给你们介绍好东西 我认识一个皮条课 四岁 他手下有两个很年轻的处女 能够出来干 每个都是八岁 然后把大家吓坏了 啊 什么 四岁皮条课介绍两个八岁的处女 来当妓女 你在开玩笑吧 后来他大伙 一轮直疑 他坦白了 好吧好吧 我老实说吧 那个皮条课不是四岁 也二十来岁了 他介绍那两个妓女呢 其实也二十来岁了 而且呢其中一个也不真不是处女了 他嫁了人了 他虽然嫁了人 但是他老公呢 好像是牧师之类的神职人员吧 我记不清了 那个老公呢 是每逢礼拜天才回来跟这个老婆搞一次 换句话讲 虽然他嫁了人 但是他没怎么用过 几乎跟新的一样 所以我说他是处女 那也没什么不对吧 对不对 说到这儿 你大概能够了解 第二十二条军规 为什么会被人说成是后现代小说的理由了 后现代小说 这个名词听起来很吓人 很学术 对不对 但是呢 其实我们可以对他做一些通俗简单的解释 第一个 当然是指小说的写法 比如说这个小说的结构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顺时针的 沿着时间情节往前推动的一个叙事 而是反反复复有很多跳动 有时候像波洋葱一样 把一开始引动整个故事 跟树立主角约瑟连他人格的一些核心事件 层层包裹起来 直到结尾才曝露出来 那么这是一点 听起来还是有点复杂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再给大家讲简单的定义 所谓后现代小说 当然要有点后现代精神 后现代精神简单讲 这是今天全中国人民都知道的 就是质疑跟解构 所谓的宏大叙事 什么理想啊 信仰啊 历史必然进步啊 启蒙啊 人类会迈向文明和平 种种这些东西 全都可以拿来怀疑一番 质疑一番 什么事情他都不相信 一个什么都不信的 这么一种思潮 这么一种想法 我们可以简单的讲 就很有后现代精神 而第二十二条军规 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创先河 早在五十多年前 他的小说里面开那么多玩笑 什么事都能拿来嘲弄一番 这就是一种很后现代的态度 而后现代的态度 说到刚才那个小妓女的 这个故事上就可以看得到 他展现出来的就是对于 一切文字语言描述的 这些事实对象 跟这个语言之间都对不上 你比如说什么叫处女 我们处女印象中 大家都有个标准定义 但在这个书里面的处女 居然就会是一个 已经嫁了人的女子 但是因为没怎么被用过 所以也能叫做处女 当然这个说法就有点下流了 但是这么下流的 一种笑话的态度 就当年这本小说 刚刚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 就影响了很多中国小说家 比方说王硕 据说王硕就很爱这本书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推想得到 王硕那种痞子文学 什么都拿来嘲弄一番 再也没有宏大的叙事信仰的 这种观念 这种写法是由何而来 那么说到什么事情都不相信 什么事情都怀疑 怀疑到最后你可以怀疑什么呢 那就是怀疑这个世界上 到底人类存不存在 什么叫人 这么讲又很哲学了 是不是 可是这本小说 对这个人的存在与否的怀疑 并不是哲学性的 而是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怀疑 我还是读一段给大家听听看 让大家自己来跟我念一念 看看这一段里面 这一些在这个虚构的地中海小岛上的美军 这些空军们 他们如何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了人类 也许是不存在的 或者对于人的生命 人的身体本身最根本的质疑 这个质疑 连这一大帮爱开玩笑的 什么都拿来瞎胡闹的美军 都觉得可怕了 那个浑身雪白的士兵 完全是由纱布 石膏和一支体温计构筑的 而体温计只不过是件装饰品而已 每天清晨和傍晚 由克拉默护士和达克特护士 平稳地放在他嘴巴上缠着的红带中 一个空空的黑洞里 直到那天下午 克拉默护士读完了体温计 才发现他已经死了 可那个浑身雪白的士兵 也许仍然活着躺在那里 一如他一开始就躺在那里的样子 从头到脚都裹在石膏和纱布里 两条奇怪僵硬的腿 从臀部给掉了起来 两只奇怪的手背 也被垂直地拉了起来 粗笨的四肢全都绑着石膏 奇怪而无用的四肢 全都被绷紧的电缆线和黑沉沉地 悬在他上方的长的离奇的千朵扯在半空中 那样躺在那也许只是在等死了 但那是他所拥有的全部生命 那个浑身雪白的士兵像一块铺展开的绷带 上面有个破洞又像港口里一块断裂的石头 上面突出来一根扭曲的指管 那天晚上他被偷偷送进了病房 次日一早大家就都看见他 从那一刻起 病房里所有的病人 全都怀着温厚怜悯的心情 厌恶地躲开他 他们庄重地聚集在病房最远的隐蔽处 生气而又心怀恶意的议论他 反对把这模样恐怖的人硬塞进来 并且怨恨他 明显地向他们揭示了那令人作呕的现实 他们都害怕同一件事情 他将开始呻吟 后面呢我们还会看到 这个士兵身上插了两根管子 这两根管子 一根负责从一个瓶子输入液体 另一根负责把那些液体输回出去 到另一个瓶子里 这时候士兵们开始拿这个现象开玩笑 也许里面没人呢 邓巴帮忙地解释道 也许他们只是送来一些绷带 开个玩笑 他们为什么不能把两只瓶子 直接连起来呢 去掉那个中间人吗 那个刚同约瑟莲下完旗的炮兵尚未问 他们到底需要他干什么呢 为什么刚才读的这个段落这么重要 为什么这群伤兵医院里面的士兵 要这么害怕那个全身被裹得像木乃伊 都不知道里头是不是装了人的 那个雪白的浑身雪白的士兵呢 理由只有一个 就是因为他们怕他会身影 同样的这个段落在对小说的读者来讲 也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 整本小说里面虽然讲的都是战争 但是他体现出来的就是一幕加上一幕的闹剧 只有在这个时刻 战争呢令人刺痛的 无法直接逼世的一面 透过这个动不了 说不了话 浑身被包裹的像木乃伊一样的士兵 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了 大家怕什么 怕他忽然之间嘴巴呻吟出来 那个身影当然是一种痛苦的肉体的身影 而这个身影要是真的身影出来了 也就会让读者发现 我们在读的这个非常搞笑的小说 它背后就是死人无数遍地鲜血的战争 这是事实 这是它的真实 从这个角度讲 这本小说并不算是什么都不相信 什么都怀疑 例如说他的男主角约瑟莲 约瑟莲呢是一个典型的 在小说或者电影戏剧里面 我们叫做反英雄的那种人物 什么叫反英雄呢 其中一种解释是这样 就是说他表面上看起来 跟传统的英雄叙事里的英雄非常不同 他可能很搞笑 他可能很懦弱 他可能很疯癫 完全不像一个英明神武智慧超凡的英雄 等着要去把一个睡美人吻醒 等着要去屠龙救人的那种英雄 他可能就是个小混混 但是到了最后 原来他竟然是个英雄 为什么呢 比如说读这本小说读到最后 你就发现 这本小说道德最高尚 至始至终坚持自己理念的 就是约瑟莲 他坚持自己的理念 就是要保全自己的生命 他不是那种为了要苟存于世 而向任何人妥协的那种人 他不是那种要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活命 就能够向整个体制妥协投降的人 虽然到了最后 他有过这么一个机会 终于如愿以偿 可以离开军队 回到美国老家安享好日子 但是他拒绝 为什么 因为那就意味着 他要跟这个庞大的体制 他一直跟他斗争的体制妥协 而一个英雄总是跟某一个庞大的邪恶的体制 在做斗争的 我们这时候就发现 他果然是个英雄 所以说到这里面 我们就会发现 约瑟莲他并不是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人 他真的有一些价值 因此这本书也就有一些价值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 就回到我们前两集一开头说的那个问题 很多批评家直到今天 都无法接受这本小说的理由就在于 假如约瑟莲要对抗的这个体制 就是一个二次大战时期美军的体制 不管那个军队多荒谬 多官僚多可怕 不管指挥他的上司们 有多少疯狂的个人野心 但是那场战争的性质 是一个很特别的性质 假如约瑟莲 他真的能够逃脱这个体制 他赢了 那就表明他就不用打这场仗 可是这场仗关乎的是一个 我们讲着有过南京大屠杀 有过纳粹集中营的这么一场战争 难道这场战争你不应该为他付出吗 也就是说假如我们的英雄 他代表的价值观最后获胜的话 那么输掉的就是这么一场 正义与邪恶的战争之间 正义的那一方了 这难道是对的吗 其实作者约瑟夫海勒 他后来曾经说过 虽然他把小说背景设定在二战 但他其实更想写的 可能是朝鲜战争 可能是战后一直到六十年代头的 美国当代社会 这么讲我们大家就比较能够理解了 因为美国战后之后 的确兴起了一股年轻人的逆反的心理 这股心理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后现代的文化 对什么东西都不再相信了 对一切以前大家深信不疑的种种的价值观都开始怀疑了 对于他们的坚持都开始动摇了 一切稳固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很难怪这本书 它真正火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那就是越战的时候 1961年出版 没多久 美国就进入了越战的高潮时期 越战时期 正好也是全球的青年反抗运动 风起云涌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所有反叛的 所有不满意上一代的年轻人都爱读这本书 使得这本书成为一个畅销书 那几年间它总共卖出一千万册 直到今天 它每年都还继续卖出八万五千册 这是个很惊人的数字 这是因为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 每一代都会有同样这么多数字的年轻人 在怀疑体制 在怀疑这个社会 在怀疑这个世界 那么这本小说 我们能够用它来怀疑二战吗 好像道德上不允许 但是我们不妨给文学一点自由 文学是什么 文学是一种人类想象力的试验的 其中一种形式 我们应该准许这个试验 变得非常的大胆 甚至是狂妄 没有边界 然后我们能够把各种各样 我们平常社会中遇到的事情 我们脑子里面相信的道理 跟对世界的认识 扔进这个实验室里面 让他们搞混 让他们发笑 让他们变化 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到 我们有多少种角度 多少种观点 重新醒世我们 这是一种文学的自由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 第二十二条军规 尽管拿一个大家觉得不可动摇的 二次大战的结论来开玩笑 我们也应该允许这个玩笑 是一个像黑色幽默般的一场闹剧 让它去揭示出 人类存在很多很多根本的矛盾 或者让人痛苦的事实 没有信仰固然可怕 但所有人都拥抱同一个教条 它同样可怕 这就是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 颠覆一切 解构一切的解读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理想制频道上线至今 已经一个多月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如果各位觉得还行的话 何不干脆订阅我们这个制频道呢 成为看理想制频道的订户之后 你不只会比别人更快的 看到我们三档节目上线的情况 抢先一步收看我们的节目 同时你也会比别人更快 更齐全地了解到我们的节目的制作 它的幕后种种以及各种各样的花絮 有时候呢我们三个人 陈丹青 马世芳 还有我梁文道 我们还会针对最近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 世界局势的事情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说法 也都会专门给我们制频道的订户观看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更亲密地跟我们互动 不只是线上的互动 而且还有很多线下的活动 在这些线下活动里面 我们看理想制频道的订户 会优先可以有机会报名参加 那么大家互相认识 互相聊天 互相了解 如果你们对于我们在这里介绍的书 音乐 画册 甚至是一些主持人他身上用的东西 穿的东西感兴趣的话 说不定也能够透过我们看理想制频道 找到一个很方便 很合理的一个订购方式 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不就干脆今天开始订阅看理想制频道 登陆优酷土豆 直接搜索看理想 接下来你可以点击播放窗下方的订阅按钮 又或者呢 直接扫描页面中的二维码 这样子都可以订阅看理想制频道 订阅看理想制频道 关注一千零一眼 我是梁文道 关注局部 我是陈丹青 关注听说 我是马世芳 2015 全球股市跌宕起伏 大宗商品集体体软 经济复苏 遥遥无期 各国央行束手无策 迷茫时刻 谁能指引方向 10月24日 优酷宏观节目主持人 货币战争奏者 宋宏斌 将在北京举办 2016宏观经济的趋势与选择 专场演讲 以全球视野 分析市场走势 解读危机背后的种种机会 把握经济脉络 认清金融趋势 本次活动 仅开放500个听众名额 先到先得 报名方式 请密切关注宏观节目 唯一官方微信 有股自治节目 宏观官微 门票价格499元 活动举办地点 中国北京 活动举办时间 2015年10月24日 下午 Gin Danke Tea There is a safe smiled Is giving I'm going It's ban You 感谢观看